上海夏天的晚上是格外热闹 郭文池今天的深夜食堂来吃一家烧鸟店 这家店可以吃到鸡的稀有部位 还有一些不常见的烤水果 先是一盘烤的鸡肉丸子 这个鸡肉丸子要配上旁边的无菌蛋黄 鸡蛋黄为丸子带来了一些顺滑的口感 然后是两串烤鸡腿 鸡皮上的油要烤到肉里 配上一些芥末可以去心解腻 接着是一盘七分熟的烤鸽子腿 鸽子肉比鸡肉更嫩也更香 只是鸽子的肉实在太少了 完全吃不够的感觉 然后是一盘鸡蹄灯 蹄灯就是未成熟的鸡蛋 旁边这个白色的是鸡凹子 这个也是需要提前预定的 等下面烤的时候吃上一份刺身冰盘 然后这一道是和牛一口饭 拿喷枪把牛肉温微烤熟 中间再放上饭和海胆 吃之前再裹上一层蛋液 这种组合真的是香到爆炸 这一盘是烤的猪鼻筋 猪鼻筋不太常见 吃上去的口感很像很脆的海鲜菇 最后的甜点是一道茅台冰淇淋 吃上去不会有很重的酒味 还是比较好接受的 还有一道是从没见过的烤山竹 比较有脑洞 烤掉了一些山竹的酸味 而且你们看这个样子 像不像一颗小红心